在寺院担任职势,怎样做才能服众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在寺院担任职势,怎样做才能服众? 大安法师答,确实,在寺院现在做班手,执事很不容易。 一般出了家嘛,都想清闲。 但确实由于因缘所系,住持法道,需要一些比丘或者比丘尼,来为常住,为大众牺牲自我,服务大众。 做执事这种行为,首先要赞叹。 那这种身心交给常住,为大众服务的知识,也是积功累德,种植福报最好的机会。 我们修道是要修点福德的,赔福载道。 你为大众去做事,就是在修福德。 福德修道一定程度,就能转为智慧。 福慧双修就能承办我们的道业。 那么做执事确实有个服众问题,大众是不是听你的招呼? 有不有威信? 那么服众实际上还是要从持戒下手,从道德下手。 因为在佛门里面,在寺院做事它不像社会上官大一级压死牛啊。 寺院做事,它真的是服务的情况,它不能靠权势去压人。 因为寺院里都是修道人,出家人一般心理当中,既然出了家,谁管谁呀? 它没有管和被管的关系。 所以用世间的那套管理方法,在寺院里面有时候行不通。 所以寺院里面还是你得服人。 以为要有道德,你才有凝聚力。 大家才听你招呼。 那这个道德怎么建立呢? 梵网经菩萨界讲,好事于他人,坏事于自己。 一切好的事情你要给大众,一切福报给大众,自己要吃苦耐劳,坏事要留给自己,自己承担责任,自己不享受福报。 所以在寺院里面做知识是很苦的事情。 你要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,你要无私,没有私心。 一般在社会上有点权利,他可能就假公济私。 但是在寺院里面你做这个,被人家一看破的,就完了,你就没有威信了。 所以还真的要大公无私。 然后还得要有道心。 这个寺院做事为什么要得财兼备? 你光有能力还不行,你一定要有道德,要修道。 然后你做事要有佛法的精神,你是佛法精神的载体。 那佛法精神在一个比丘,出家人身上,就要比较柔软一点,比较忍辱一点,生活比较简朴一点,做事比较简洁一点,待人接物要慈悲一些,要平等一些。 这些都是在寺院担任执事的这种体现佛法精神的方面。 如果你能这样去做,才能服众。 而且要深信因果。 佛陀在世的时候,担任执事都一定要有正果阿罗汉的水平。 两种人担任执事,第一是正果圣人,如果正果圣人没有的话,那至少要深信因果,持戒意识很强的比丘来担任。 因为这两种人都能在因果上非常严明,不会去违背因果。 那么如果在寺院里面,你掌管常驻之物,十方僧物,你稍微因果不谨慎,你犯了因果的话,那就麻烦了,罪则难逃。 三宝物不好掌管,它一旦出现插物,那也是要下地狱的。 所以做执事还得要胆战心惊,深信因果。 人家信众的供养不能浪费,买砖的钱不能买瓦,砖款砖用。 这些都要在道界上好好的去严守。 那么说起来很多,我们就大概说一说。